今天在这里我代表中国国民党对第七届海峡论坛表示祝贺之一 尤其对参与海峡论坛的工作同仁的辛劳 我要在这里高度的肯定跟感谢 因为所有台湾来的与会代表都跟我表达 这一次对我们的招呼可以说是无微不至 在这里谢谢 同时我也很高兴有机会到这里来 海峡论坛在萨门举行开幕式 我觉得对两岸关系来讲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萨门是最早实行小三通的一个地点 台湾许多农产品也从萨门经过港口进入大陆市场 尤其对所有的台湾人来讲 在萨门所说的闽南话 它的口音更让所有台湾人有亲切感 当然更重要的 萨门是见证了这几十年来两岸关系的改变 尤其我们这二十多年来 从和平发展的进程中间 是有非常明显的进步 下海是一个关键的城市 我们回顾过去二十多年来 两岸关系可以讲说是进步的多 迟缓的时间少 因为这是两岸基本的共识 也是许多两岸人民共同的期盼 我们从第一届海峡论坛到现在总共已经举办了七届 这次论坛除了大会主要的活动开幕式以外 尤其在青年交流 基层交流 经贸交流这些主题上 都有非常深的琢磨 我们包含了非常多项的活动 我们像青年 影视 妇女 宗教 文创 职工 民生 文化 科技 我们有办法一一的来列举 但是 这一题简单的讲 可以说是包罗万象 这主要是展现了海峡论坛 是两岸规模最大的一件事情 同时交流的深度 广度 以及两岸民众的参与 也是最多的一次 在两岸交流当中 我相信大家都同意 民众的交流 是最重要的 我们回顾过去 从2005年 中国国民党连战主席 进行大陆的破冰之旅 之后 让我们两岸分隔56年的一个关系 得到明显的舒缓 这也是两岸和平的开端 在2008年 中国国民党执政以后 在坚持九二共识 反对台独的基础上 两岸关系迅速发展 而且两岸的海机会 海协会 也开始了积极的协商 尤其 就照刚才余主席讲的 当两岸三通 能够付出实现以后 两岸的民众 通过积极的交通 积极的沟通 积极的交流 积极的交往 我们明显的缩短了两岸之间的隔阂 甚至增进了我们的感情 我相信 在座的各位 甚至两岸的有事之事 都一定深切的体会到 唯有真正的民众的接触 民众的交通 透过沟通认识与了解 我们才能够有和平稳定的两岸关系 这也是海峡论坛 在这方面 最能够发挥功能 也最重要的一个途径 和场所 尽管两岸的发展 已经进入和平的阶段 但是近年来 我们也看到 大陆的游客 到台湾的人数增多了 我们开放自由型的城市 也增多了 两岸的经贸交流 也紧密了 但是部分台湾民众 对两岸交流 还是持有不一样的看法 刚才与主席精闭的一个分析 我个人是完全的认同 所以中国国民党 朱主席立伦 在北京与习近平总书记 会面的时候 特别提到 希望大陆方面可以 求同追忆 朱主席的讲话 就是正确的反映了 台湾内部这种声音 众所周知 台湾在去年发生了太阳花 学生运动 台湾的年轻人 也是表达了这样的一个看法 所以这一次 中国国民党 以及我个人 对海峡论坛 举办青年论坛 希望透过青年论坛 增进两岸人民之间的 年轻人的认识 我个人觉得 这是非常重要 毕竟年轻人 不只是我们两岸的未来 也是和平发展的关键 两岸 同文 同种 同俗中华民族 都是中华文化的继承者 这次海峡论坛 也举办了 妈祖纪念的活动 也是这种精神的表现 妈祖 在台湾 是最受到尊敬 以及尊崇的神明 台湾各地的妈祖绕境活动 是台湾宗教活动中间 最重要 也最盛大 两岸 要共同维护中华文化 弘扬妈祖信仰 就是具体的作为 毕竟 妈祖 是两岸的海深 对两岸愚民的保护 安全 事实上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 这次海峡论坛